几乎可以肯定将会是美国后任总统 明年一月就职的特朗普最近在彭博一个访问里面说 当被问及美国会不会防卫台湾 他做了总统之后他就没有正面答复 他就说台湾的台积电就抢了美国的晶片制造业所有的生意 还有台湾一定要为自己的防卫负担多些军费 还说